一盒12个,但是一般都有13到14个款 就是加上隐藏大概有13到14 像隐藏的话,比如说买个100多个 或者200多个,它可能会出来一个隐藏 总是抽不住隐藏款,永远是盲盒爱好者们的心中小遗憾 但以后买盲盒,或许可以先看看隐藏款的出取概率再决定购买 8月1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开征求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意见 拟对盲盒销售的内容、形式、销售对象等方面做出规定 专家表示,该规范指引非常详细 几乎覆盖了当下盲盒生产精英中的所有重点问题 里面规定的还是非常的详细 那么这些很多的这种特殊类型的这种产品 比如说特殊的医疗器械、药品、食品 以及比如说这种危险品 可能都不能采取这样的一些盲盒的这种形式来进行销售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确实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这种规范 比如说像活体动物 你就不能长时间住存在盲盒里面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这个规范的出台还是非常的有必要 规范指引强调 盲盒经营者不得向8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 向8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 应通过现场询问或者网络身份识别等方式 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 专家表示此项规定也是为了避免未成年人对盲盒沉迷 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 我觉得未成年人确实他的心智也不太成熟 自己的财力也不是自己的 都是父母或者是大人给他的 我看到有好多这种孩子呢 就是比如说偷偷花掉父母的钱来去购买 比如说这种盲盒的这种求心卡也好 或盲盒的玩具也好 特别容易造成比如说这些年轻人的沉迷 专家表示这两年在万物皆可盲盒的潮流下 消费纠纷频频发生 盲盒乱象逐渐增多 规范市场迫在眉睫 规范指引的出台有利于盲盒经济 未来健康有序长远发展 盲盒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 那这个几年的时间里面的话 其实是乱象频生的 一方面的话可能倡导了这个不理性的这种消费 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有侵犯知识产权呀 侵犯这个消费者权益的这些问题的这些出现 还有一点呢可能就是像不适当的 这个消费者销售了相应的这种产品 那么这些的话 我觉得其实都是需要进行相应的规范的 而这一次这个指引的出台 我觉得恰恰是对盲盒经济 未来健康的发展 有序的发展和长远的发展是有利的 盲盒销售公司 泡泡马特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意见稿的出台具有积极意义 泡泡马特会积极和相关部门沟通 建言宪策做到良心有序发展 盲盒呢其实是朝晚行业流行的一种销售形式 这次征求意见稿的出台 我们认为它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监管层面给出明确的指导 能让规范经营的公司 有更清晰的方向 也有利于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目前呢是征求意见阶段 我们也会积极和相关部门沟通 限言限策 相信行业能够在监管的指引下 越来越规范 做到良心有序发展 也能推动中国潮流玩具行业 进一步发展壮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